其实也有提过油价商品股,其实也是体谈,因为似乎已经转了弱势 美股那边有油股,还有香港这边中资的油股 如果大家手头上有一个都要减少它? 我觉得看,又是放一些防守位,其中一个 你看到全部油股都是油价或者油股,这一轮反弹大约是有 例如港股可能是海油多些人看,油价油股也是,我之前已经全部离开了 但是油股其中一个可以看的位置,其实有几种类别的资源都是煤炭 之前他们是下来的,下来之后还在上升轨,还需要反弹 可能有些投资者会有关注,因为我自己有时都会做这件事 但是你这样拼搏,有一个很重点的就是你要有一个预期 你如果拼不到,拼不到就是破6月底的底 可有一个位置应该是9.3 如果你拼不到破,你就要知道我是拼它站穩这个位置去弹 因为它的讯号不是很明确,我就要知道拼不到的时候 你买那一刻已经想定,买那一刻不是想定性 你买那一刻想定,如果我拼不到怎么做 所以这个应该要有这样的预期 这个预期就是,所以8.9.3 9.8.3应该是一个要走人的信用,或者是减 如果你分得比较多的就是,所以今天也破了 下个位置要看到去哪里呢,就是9.8 那下个位的位置,其实9.8和9.8.3差不多 那一刻已经穿了两个关口 再去远要去到3面的底,那你会太远的了 如果你说一个短线,你纯粹之前博它反弹 或者你一路拿下来,看到它还是一个uptrain没有走的 那都应该是需要减或者走的一个讯号 就是今天穿了9.8.3的话 8.8.3人文的chart room mac555 他就说现在是不是时候入8.3 我想刚才都类似解答了 他说他想中长线持有 是否不值得呢 我未必会这样做 但是就算想这样做都可以先等下 因为他相对上 如果你说中长线持有,你不是打算收息 如果你说收息这些 收息来说,他们油股 或者其他一些股份都是,其实价格不是很稳 收息的产品,你可能有些 上次刚刚提到的,新加坡的risk 那你选一些,价格相对稳定会比较好 如果纯粹是打算收息的话 是,因为可有都不保证之后的息都会那么高 好,那个时候会会有这些问题 是的